偷走爱因斯坦的大脑 切成240块 研究50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 爱因斯坦是上世纪 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可以和为人类扫除黑暗 迎来光明的牛顿大神比见 这两位大神 都是人类社会 几百年难得一遇的奇才 爱因斯坦 扩展了牛顿的经典力学 在狭义相对论中 提出了相对的时空观 而且一个非常简洁的方程 E等于mc平方 为我们统一了物质和能量 在广义相对论中 它为我们以全新的视角 引述了引力作用的方式 以及能量和时空之间的关系 为我们理解宇宙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 爱因斯坦是一位 绝无仅有的天才 他非常聪明 尤其是他能够洞悉 常人看不见的 隐藏在事物背后的真理 这得益于爱因斯坦 具有超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以及其非凡的想象力 在他的科学研究过程中 经常都是在大脑中 做着思想实验 仅凭想象就能完成实验过程 并且得出结论 最后再用数学逻辑演绎出来 一套理论就诞生了 因此 爱因斯坦是科学界最牛的理论物理学家 所以很多人都猜测 他肯定有一个非凡的 和常人不一样的大脑 至少他的智商应该非常高 网上还有人说 他的智商可以高达160 超出满分60分 不过这个说法都是胡走出来的 因为爱因斯坦并没有测量过自己的智商 这个160的数字 就是粉丝们猜的 但这也能显示出 人们对爱因斯坦的智商的认可 对他大脑的好奇 因此 在历史上 有人想偷他的大脑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 还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 托马斯·斯托尔茨·哈维 是一位病理学家 也是他想利用爱因斯坦的大脑 研究出啥惊人的成果来 也许 他就是一个爱因斯坦狂热的粉丝 他在为爱因斯坦1955年去世的时候 做尸检的情况下 偷走了他的大脑 哈维想知道 他的大脑与一般人的大脑 在生理上有啥区别 也许 这能解开人类智商之谜 不过 关于这场偷窃事件 在历史上 存在一些小小的争议 有人说哈维就是小偷 没有争得任何人的同意 死自占有保存了爱因斯坦的大脑 几十年 也有人说 哈维其实获得了爱因斯坦儿子 汉斯的同意 所以 他才能保存爱因斯坦的大脑 长达几十年 不然人家家里人也不同意啊 但不管怎样 哈维还是违背了爱因斯坦本人的意愿 盗取了他的大脑 爱因斯坦的本人意愿 就是将自己火化 这样就可以避免自己的身体 受到一些不正当的科学审查 甚至用来做实验 但结果 自己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哈维在取得爱因斯坦的大脑以后 拍摄了数十张照片 并没有对他的大脑 进行非常细致的科学分析 哈维只在尸检报告中 简单指出 爱因斯坦的大脑出现了萎缩 小于正常成年男性的水平 因为是和年龄相关的器官正常萎缩 看来天才也难逃岁月的侵蚀 在做了以上的调查之后 哈维就将爱因斯坦的大脑 切成了240个独立的切片 并且 他从不同的切片上 取下样本组织 送给了不同的神经病理学家 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然后 爱因斯坦大脑的切片 就被哈维装进了两个大罐子 里面有防腐剂 就这样一直保存了几十年 在这几十年间 科学家们也对爱因斯坦的大脑 做了研究 得出来的结论如下 来自198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 爱因斯坦的大脑中 每一个神经元 都含有更高密度的 非神经元细胞 神经胶质细胞 来自199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 爱因斯坦的大脑皮层 比对照组的大脑皮层更薄 而且它的神经元密度更大 来自199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 爱因斯坦的大脑的顶叶中 存在一种特有的折叠模式 而顶叶是大脑与视觉空间和数学能力有关的区域 研究还表示 爱因斯坦的顶叶比平均水平宽15% 这项研究发表在杂志柳叶刀上 这是最顶级的医学期刊 这些研究都表明了爱因斯坦大脑 有别于其他人的地方 这些生理特征 可能就是爱因斯坦更加智慧的原因 不过 像这些研究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和反驳 认为这些研究都不够准确 存在以下的问题 实验研究缺乏广泛的调查和实验对照组 应该调查更多人的大脑和爱因斯坦的 作为对比来得出实验数据 研究人员在面对爱因斯坦大脑的时候 得出来的结论往往会存在主观偏见 因为所有人都认同和愿意相信 爱因斯坦大脑的与众不同 研究人员也不例外 这样就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 还有 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 爱因斯坦的大脑已经退化 严重萎缩了 并不能为研究人员提供更精确的数据 以上就是对研究存在的争议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虽然有争议 但不能完全就否定研究都是错误的 可以肯定至少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 这些研究可以合理地解释 这位几百年难得一遇的矿石奇才的大脑 拥有哪些异于常人的生理特征 毕竟爱因斯坦的智慧是全人类有目共睹的 那些天马行空不可思议的想法 都是出自他的大脑 其实现在根据基因对智商影响的研究发现 一个人的智商受到基因影响高达80% 而且基因对大脑后续的发展 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智商其余的部分就是后天因素决定的 例如你产前的环境 营养状况 身体疾病 儿童出生以后所处的环境 接受的教育等等因素也会影响智商 所以智商跟遗传有很大的关系 这就解释了古人的一句话 虎父无犬子 爱因斯坦的儿子汉斯 其实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不过他并没有自己父亲那么优秀 而且汉斯的专业是水利工程领域 总的来说 关于爱因斯坦大脑的研究 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发表了很多的论文 其中都有表明他大脑的独特之处 这些发现就可以为我们解释 爱因斯坦天才的原因 也可以为我们解释 为什么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 几百年才会出现一位 毕竟你的脑子要生得不一样